大家好,欢迎收看《冬子看人生》第十九讲,交替 我住在台湾北部苗栗的山上 刚刚搬上山的时候,觉得十分美好 可是不久就发现到野草长得十分的快速,让人十分烦恼 才过几个礼拜,刚割完的野草就长得非常的高 只好再拿割草机再去割 可是问题是,面积很庞大 割起来常常会腰酸背头 再加上,一边割一边吸油烟对身体也不好 后来朋友给了我几瓶的年年春这种杀伤力很强的粗草机 喷洒下去,果然野草都枯死了 可是想到这种具有致癌物质的粗草机 不只是破坏环境 而且粗草机渗入土里面 对于用山泉水的我们,也是十分危险的 所以后来再改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用镰刀来割草 这种割草的方法虽然十分环保 而且没有油烟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又产生了 那就是,长期的蹲在地上 十分容易腰酸背头 常常腰酸背痛的结果 最后终于伸不起腰了 身体再也没办法站直了 最后常常跑医院 一而栽再而栽的 因为腰酸背痛 最后甚至躺在床上不能动弹 我想了许久 后来终于想到一个方法 那就是交替 自从我利用交替的方法来割草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腰酸背痛过了 利用交替方式来割草的方法 其实蛮简单的 不像以前 以前我割草的时候 就跟一般人一样 蹲下去拿着镰刀 一直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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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割了很多的草以后 再一次把一大把的草放到推车上 可是因为蹲得太久了 腰部的肌肉拉得太紧绷了 脊椎也弯得太久了 以至于慢慢的受伤了 我都不知道 然后改成交替的方式 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我蹲下来 然后割一小把 以后我就立刻站起来 然后把这一小把草放到推车上 然后再蹲下去 再割一小把 然后再拿起来 然后推车上 在我的腰 我的肌肉 没有 拉紧之前 我就已经换成别的姿势了 脊椎也是如此 所以就不再容易受伤 酸痛了 当然蹲久了 然后站久了 这样不断的交替的结果 有些时候还是会觉得 微微的有点酸痛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换成去做另外其他的工作 比如说去浇水 比如说去拿别的东西 甚至去上个厕所 这样就可以把 刚刚不断蹲在那边 然后站起来 蹲在那边站起来 的姿势 换成别的姿势 让一个动作 不做得太久 不做得太老 以至于自己受伤的都不知道 就是这么一个 简单的方法上的改变 以及观念上的改变 我从此 再也没有腰酸被动的情况了 其实 交替的观念十分简单 那就是不逞强 承认自己的身体 心理 能力 是有限度的 因为有限度 所以不强着自己 要一口气 把一件事情 做完 而是分段的 去把一件事情完成 也因为一次不做完整件事情 所以时间不会拖太久 我们身体的负担 还有心理上的负担 也不会太难 因此 就可以避免掉了 许多 看不见的 危险 让我们想想看 一个很勤奋的年轻人 进入一家新的公司 这家公司 给他非常高的薪水 但是要求他 天天加班 加班到深夜 然后 礼拜一 上班到礼拜天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都没有休假 请问 这位年轻人 会怎么样呢 一个篮球明星 一个棒球明星 一场接着一场打 中间都没什么休息 那么这个人会怎么样呢 同样的 坐在电脑桌前 不断的 工作 一直都没有换姿势 那么请问 这位工程师 会怎么样呢 您一定听过 许多医师都建议我们 打电脑 或者玩game 坐了半个小时 一定要起来 动动身体 然后再继续打 站也是一样 在那半个小时 最好也能够坐一下 或者去走动走动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理由很简单 因为这也是一种 动作的交替 一个动作 做太久 就容易让 那个部分的 身体 器官 或者肌肉 酸痛 所以交替 做不同的动作 绝对是 避免 身体受伤的一个 很好的方法 比如说 我们看电影 用眼睛一直看 一直一直看 或者我们看 我们的电脑荧幕 同样的 也容易受伤 如果我们能看一下子 比如说看个十分钟 或者看个半个小时 就让眼睛休息一下 去做别的动作 然后再回来看 那么我们的眼睛 就比较不容易 疲劳 最后呢 受伤了 我在山上工作 常常需要提水 刚开始的时候 我一直都用右手去提 因为右手比较有力 可久了以后呢 发现到右肩膀 开始酸痛 同样的 我就开始采取交替的方式 用右手提断路 然后停下来 换左手 再提断以后 再换右手 然后不断地交替 后来就发现到 肩膀不再酸痛 其实所谓交替 在具体的工作上面 就是一个动作 不让它做久 做老了 在这个动作 造成我们身体的 酸痛之前 就去做别的动作 当然 交替绝对不只 用在于具体的工作上 它还可以用在 其他比较抽象的 情境里面 交替 其实是一种 中庸的态度 当然也是一种 很具体的方法 它更是 循环观念的 运用 为什么说 交替 是一种中庸的态度呢 因为 当我们在做 交替的动作的时候 我们就承认了 我们的能力有限 凡事过游不及 过游不及 就是中庸的态度 当然它也是 很具体的方法 我们刚刚讲的 几个例子 割草 提水 都是不断的 教体 的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当然 它也是一种 循环观念的 运用 当我们用右手 去提水的时候 这时候会开始 慢慢酸痛 在它还没有酸痛之前 我们就换左手了 在换左手 去提的时候 我们的右手 又开始 恢复它原来的力气了 那么它的酸痛感 也会慢慢的 又减少回去 然后等到 换成右手的时候 右手又开始 慢慢的开始酸痛 然后左手又开始 恢复到 不酸痛的情况 所以 等于是 酸痛的情形 不断的在循环 所以交替 它当然是一种 循环的运用